我從小喜歡動物 今年是本命年 我原來想過要再出一本書吧 給自己留個紀念 想的那些流浪動物走進家庭 它會給我們帶來什麼 我們又會給它們帶來什麼 在我身上叫葉子 它叫毛團,它們是兄妹倆 我是在北京的領養基地領的 然後這叫鴨頭 然後還有一個奶牛 有些我養在了我大姨家 有些養在我媽媽家 在我們家的就是四吃 都有散癢,非常散癢 跟小孩的狀態基本上差不多的 比較傻不拉雞比較好 對,然後也沒有太多人生追求的 哭了吃睡拉,嘗什麼都不會 都很佛系的帶著 它帶她們的,我帶我的 小時候我不喜歡,我有點害怕 後來有一天,有一隻貓突然 很熱情地就跳到我身上 就是舔我 就從那一刻開始 我覺得我跟它們好像 一下那個屏障就沒有了 可以離近一點看到它 小舌頭都能看到 我一開始也會 我曾經買過一隻狗 是因為我太喜歡那隻狗了 就是那個泰迪熊 大家可能也是 看它那個樣子真的很新奇很好玩 然後養了之後發現 它也會拉屎也會拉尿也會生病也會臭 也要你幫它打理 所以開始麻煩了 然後它的流浪群體就越來越多了 因為它過了那股熱潮 每天流浪動物出現的數據 它真的是成倍成倍地增長 它的數字可能多過你的想像 有時候救來的狗家裡實在養不下了 就會先寄養在別人家裡 然後幫牠找救助 因為不能老吃狗糧 所以有時候會定制一些鮮糧給牠們吃 陪牠們玩玩,閃閃太陽 當你接觸到流浪動物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牠們很可愛 每一隻都長得獨一無二 然後一般上父母看了一下也傻眼了 不知道到底是貌人 牠好胖啊 牠在講 牠在講 牠在講尾巴 流浪動物真的很神奇 就是五六年七八年可能都不會進自醫院 牠們的生命力特別特別頑強 而且確實牠們因為特別是小的時候 受到過一些心理傷害 受到過一些可能肉體上的一些創傷 現在有人對牠們好 牠們會更珍惜 而且牠給你的愛 是你可能花多少錢都買不來的 可能因為牠們也知道我屬狗 我們都是同類 可能我有光環 有狗的光環 牠說 牠那個狗可能都能看到那個光環 看到我就趴在那兒 可能認為我是牠們的女神吧 可能是 不是所有動物你都有演員的 不是所有動物也都愛你的 你只要被流浪動物那個緣分吸引住了 你就一輩子不會再放手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